为了关怀偏乡学童 这次鱼丸博率领爱心企业 前往鱼池乡一达少国校举办一组活动 招待师生以及社区民众 活动当中鱼丸博也分享 个人奋斗打拼的故事 免疫小朋友不要看清自己 那我们今天鱼丸博爷爷呢 就是要给小朋友说手心向下 也就是说在他们求学的过程当中 他们如果要学习什么东西 我今天数学好我可以教人家 不一定是要做自己做不到的东西 然后鱼丸爷爷还有跟同学们分享 感恩心跟同理心还有回馈心 那最后呢鱼丸爷爷有送给小朋友 就是一只草一点鹿 就是说连路边的小草 老天都愿意给他一滴露水 更何况是我们 所以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 不要放弃坚持下去就好了 一达少国小校长钟永志指出 在姻缘机会之下 在一达少国小再次相遇 所有鱼丸博团队带来意图外 也有其他上行团体 包含水电等等 来替学校维修 校长也希望借此能够让太子们 学习鱼丸博的精神 为了能够回馈社会 五年前 鱼丸博在双人国小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见过面 那这一次五年后 在一大罩 能够再一次来避主 这种精神是相当的精神可佩 那鱼丸博这一群团队 除了我们鱼丸之外 还有水电的团队 还有其他摊贩 那他们都在工作之余 有赚了一些钱 然后想要回馈 那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小朋友来学习 我也希望我们小朋友 能够学习鱼丸博这种精神 能够把他所学大的 他所赚大的 能够贡献给社会 先议员陈昭玉 感谢鱼丸博团队 为偏乡小学带来意图 以及分享故事 搬离这样的活动也相当有意义 我们鱼丸博团队现在应该有名义 也应该有名义 尤其他属于幽生的厚 将他一手的苦工夫 都在我们的偏乡 就他的同好对老主家 这些年轻朋友也好 团队也好 纷纷来投资这个传练 我相信这些是我们虎丸博 他冲在当初初衷 我们大家共同来做他的调话 让我们国地都可以传播了爱 遍地开发 这些是我们真正的台湾的爱 我们台湾的精神 虎丸博偏向一组团队 来到鱼丫兆郭校 除了带来美味的佳妖外 也藉由虎丸博亲身经历的故事 带给孩子们许多启发 陈医院也期望孩子们长大后 能够学习余文博的精神 懂个回馈地方 记者邱秉毅 与此采访报道